菇柯那 buzz 我觉得香港 宗教方面 和原来是一样的 可以说你还多了渠道 和内地的沟通更多了 因为基本法保障香港宗教自由 我认为它实在得了贯彻 执行 也受到了尊重 因为香港宗教和内地互不地属 它是独立的 所以说不论香港政府也好 对宗教是没有任何干涉的 这我也是自回归以来 我一直在香港 所以说也是历史的见证人 香港的宗教自由 在基本法的保障下 得到了认真的贯彻 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香港宗教是自由的 回归之后宗教自由是自由的 尤其是除了自由和佛教 在教育方面 医疗方面 社会服务方面 甚至宏仰佛法方面 其实都是可以任意我们发挥 当然我们要向正确的方面发挥 香港宗教是比97年前平等了 97年前宗教是因为英国人的统治 其实他们是有天心 他们对天主教 基督教 西方宗教是有一个 在香港是有一个优势 你没有了西方宗教的社会地位 那个应酬性 回归之后第二年就争取了佛弹假期 第一个宗教的假期 国防法师去成功争取 我们争取了几十年 英国人统治的时候 国防法师争取了几十年都不成功 二十五周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 专程来到香港 为香港也发表重要讲话 我觉得这都是代表着国家的重视 另外一方面 李家超也提倡开创新篇章 香港其实回归已经差不多一半了 从世纪来说也到了四分之一的世纪 我觉得香港的路不容易 但是也代表着我们一国两制 还是成功的 只是说经历一些风雨 有的时候风雨过后都是彩虹 有时候下过雨的地更结实 我认为香港人只要发扬四泽山的精神 心中有美好 有期待 香港一定会更好 香港算是非常有福的一个福地 因为我们回归之后 世界遇到这个世界的一种经济 开始有一些不稳定 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但是幸好我们有中国祖国作为一个大后盾 而中国的经济又慢慢起飞了 真的慢慢看到它这几十年很快崛起 其实中国的经济慢慢蓬勃起上来 无形中也做了香港一臂之力 可以说这几十年来 就是中国的支持香港的经济 真是无可厚非 其实真是给香港人一个很大的支持 我相信香港只要我们可以配合国家的发展 我们未来一定更好 经济一定越来越好 尤其是因为国家有所谓一带一路的政策 向世界性的 同时在大湾区的发展更加贴近香港 香港也是大湾区其中的一部分 我相信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香港可以说在经济上 那个发展是不同 就是正正日上的肯定更好的 其实香港人应该有国家管理 民族管理 还要有众生观念 其实人这个世界是相依而存 相拥而暖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相信香港对明天我是充满信心的 但是香港人也要自强不息 我觉得易经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天行见 君子当自强不息 这就是我基于香港的年轻人要自强不息 我觉得年轻人很需要一些健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健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人的健康成长的依据来的 我希望年轻人做事要投入 有兴趣 有兴趣才会去做得好 做人是年轻人要学到坚韧 成功是没有僥倖的 成功一定是熬的 成功一定是付出的 你不肯去坚韧去努力 你生命不会有成功 第三就是做人要懂得反思 反思你才会改进 反思你才知道自己为什么坏了 反思你才可以进步 我们佛教说做人要懂得去广结善缘 所以广结善缘是我觉得人要学一下 不要这么计较 我期望年轻人一定要放眼世界 放眼祖国 现在的社会 现在整个世界 其实是融为一体的了 因为交通的便利 再加上数码的时代 大家已经互通消息 所以年轻人往往忽略了 中国的大好和生 那个宏大和人口的数目 十几亿人 其实那个市场很大 用世界的经济来说市场很大 全世界都看着中国 但是为什么我们 在香港的年轻人反而忽略了 所以希望大家要一种智慧的眼光 一种包容的心 大家就是真是互利互面的心态 看你的国家